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58汽车 我是徐杰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2021上海车展的现场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新车呢 它的这个全称啊 叫做赛利斯华为自选SF5 那相比之前的SF5的这个车型啊 它主要是在这个车机以及它的这个电驱系统上 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两驱版的这个车型啊 是21.68万元 四驱版的车型是24.68万元 那么在21号的时候 这款车可以正式接受预定 那它的这个购买的渠道 预定的渠道啊 也是比较有意思 那你可以在这个赛利斯的这个线下体验店 包括它的这个官网 以及像这个华为的线下体验店 和华为的这个官方商城进行一个预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点一点给大家说一下啊 它具体和以前的这个车型的一个提升点 OK 与华为的这个合作啊 不仅仅是在这个购买渠道上 那双方也有着很深度的一个技术的融合 那举个例子 他在这个核心动力层面啊 那赛利斯提供的是这个电机 那华为提供的是J5万三合一的电驱系统 那两者的这个结合可以充分把它们的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 那比如说在能耗方面啊 在这个性能方面以及NVH方面 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那么这款车啊 它的这个如果是在满油满电的一个状态下 它综合的这个NEDC的续航里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 也充分的解决我们续航焦虑的一个问题啊 那它这款车0到100公里的这个加速时间 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做到5秒之内 那外观方面带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 其实对之前的这个SF5来说的话 这款车在外形上的变化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基本是长的是一样的 那它整体的这个前脸的这个造型啊 还是比较饱满的 那首先对于一款新能源来说的话 它在这个设计层面啊 我觉得它可以更加大胆 因为它不用考虑到像这个传统内燃机这种车型 解决它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问题 以及进气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这个前面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装饰孔 看上去还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灯光系统呢 远光近光 包括它的这个日间行车灯啊 使用的全部都是LED光源 也符合现在很多新能源这个车型的一个特征 那么可以看到它前面的这个轮毂啊 这个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使用的是一个20寸的一个轮毂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它的这个轮胎啊 使的是被耐力P020寸的一个轮胎 光这一条轮胎啊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1000多元了 所以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那来到这个车身的这个侧面啊 整体的这个车身啊 它从这个壁柱开始是有这种微微下滑的这种趋势 看上去呢 是有这种轿跑SUV的这种感觉 车门拉手也是使用了一个自动带隐藏式的一个车门拉手 这样如果是打开车门的一个状态下 它会自动微微弹起来一点啊 然后便于你拉开车门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要比那种自动完全出来的要好 这种不太容易在冬天给它完全的冻死 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一个现象啊 再来车尾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使用的是贯穿式的一个LED的一个尾灯 那它中间是稍稍有一点这种断开的 哎 这种也是增加了一个 它夜间这款车的一个独有的识别性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采用完完全全连起来的这个LED尾灯 那它也是区别于那种的设计 那么车尾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啊 它其实是比较圆滑的这种设计 如果要是这个车灯不点亮 哎 从远处来看的话 其实是挺像这个保持节的 蛮看的 坐到这个车里边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挺有这种新势力造车的感觉啊 然后这块是一个17英寸特别大的一个大屏 竖状放在这里 然后刚刚其实我也是简单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界面以及它的这个UI的这个设计啊 那这款车呢 它的这个娱乐系统呢 使用的是这种平铺式的一个设计 那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所见即所得 也不需要太多的进行一个翻译 那所有的这些车辆的功能 包括在线的导航 在线音乐啊 然后包括车辆的一个控制 以及像它的这个驾驶模式的选择啊 还有像它这个天气预报 以及空调的设置 完完全全给你平铺在这里了 甚至比如说打开这个后备箱盖 然后包括充电口加油口啊等等的 也都是在这方 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一块大屏放在这里的话 屏估的这种方式啊 我觉得是最能很快找到你想要实现的功能 当然这款车它也是支持语音免唤醒的这种操作啊 可以达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包括比如说升降这个车窗啊 然后打开什么遮量帘啊 然后找到我们想听的音乐啊 或者导航到目的地都是完全OK的 刚刚我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驾驶模式一共是有四种啊 分别是这个经济模式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 这个就有意思了啊 弹射模式啊 它可以用最快的这个速度 0到100公里加速 刚才我们也说了 可以在5秒之内就可以达成 那放盘的这个前面啊 是它的这个液晶仪表盘 然后显示的这个信息也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我现在目测啊 它的这个整个的显示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清晰的 同时呢 它在仪表台的这个上方啊 这块还提供了HUD的这个显示屏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信息 包括它的这个转速啊 以及车辆的时速 还有像这个车道保持这一类的这个安全系统 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展示 再来说一下啊 刚刚其实我也是触碰到了它的这个音响的这个按键啊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款车 它的这个音响效果还真的是挺好的 给大家听一下啊 刚刚就是给大家播放了一小段啊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高音以及像它的这个中音啊 这个表现都是不错的 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使用的是华为Sound 因为这款车嘛 我们说了 它也是跟华为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 那车机里边也是带有这个华为的high car 可以进行手机和它的这个车机无缝的一个链接 同时呢 它的音响系统也是由这个华为音响团队进行一个专门的调教 为这个车量身制作的 这一点我都觉得是挺好的 而且这个音响效果是非常的出众 再来说一下它内饰的一个材质啊 整体来说的话是两方面 中控台的上半部分基本都是这种比较软的这个材质啊 有这种皮革进行包裹 同时有带有这个缝线 那么中控台的这个下半部 这款使用的都是这个比较硬的这种缩料啊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啊 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包裹性还是不错的 包括坐垫两侧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这种护翼 靠背的这两侧也是 同时呢 它的这个靠背采用的是一体式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头枕和它的这个靠背在一体的 这样的话就是在你驾驶的时候啊 对于这个驾驶员在这块乘坐会把你固定的比较稳定 只是这个头枕是不能调的 然后另外呢 它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啊 是在中央手扶箱的这个上层的这个位置 下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格 那采用了一个电子挡之后呢 哎 它这款也是有一个储物格的 这些都不错的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聊一下这款车的一个乘坐的一个空间啊 我现在已经将这个前排座椅调到了一个最低的位置 我的这个身高呢 是一米八 头部空间我们看一下啊 可以达到一全的一个余量 对于这个级别的SUV来说的话 并且我们知道因为电动车呢 它这个底盘啊 它是要铺设这个电池板的 那我现在这个坐姿呢 其实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体验了很多这种电动化的这个车型 它的这个 为了把它这个电池板铺设好之后 又要考虑到它的这个通过性 所以很多的这种车 虽然你看上去它是一个SUV 但实际的坐姿很更偏向于这种轿车 那这个车的 它的这个坐姿还是挺像SUV车型的 坐上去呢 还是挺舒服 头部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后排 乘坐空间的表现 那坐到这个后排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腿部空间啊 是一拳零三指的这么一个腿部空间 然后头部呢 就稍显有些紧凑 然后大概是一指到两指的这么一个头部空间啊 再来说一下 它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地板 还是比较平的 凸起不是很明显 可以轻松容纳双脚 那即便是中央乘客 坐在这里啊 如果是一个中短途的一个乘坐 它的这个舒适性呢 还是有所保证的 那再说一下 它的这个后排的座椅啊 也是支持这个按比例拆分放倒的 放倒之后 整体它与这个后备箱 还是比较平坦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 非常不错的 那么对于这个后排乘坐而言啊 它的这个坐垫 对于这个腿部的这个支撑 还是可以的 然后对于一款这个 因为底盘是有这种 电池组的这个电动车来说的话 它坐的这样已经是不错了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用车市场啊 如果是纯电动的话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充电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啊 有一些这个充电桩家里需要安装的话 是需要你有自己购买的这种车位 那很多人都没有车位对不对 然后甚至可能我们是只是租的月租的这种车位 那我们无法安装这个充电桩 我们每天要出去充电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 那像这种增程式的这种新能源车呢 我觉得在使用方面 尤其是这个续航方面啊 它又很长 然后在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加油的这个方式 来解决我们出行的这个续航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错的 那其实综合产品列来说的话 这款赛利斯华为智逊SF5 我觉得性价比呢和综合产品列都是不错的 那唯一它需要面临的问题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啊 因为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 其实对这款车呢 还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通过你了解之后 我觉得整体来说这车都不错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聊到这儿 拜拜